大家好 歡迎收看馬面書Online 這部影片延續散毀雙踏還可以這樣練第二篇 等到開始前我要說明一下 我有收到一些訊息跟學生的回饋說 怎麼好像教的都是很基礎的內容 或是有在進階難一點的嗎 這個主題的內容我其實是針對 剛入門雙踏的朋友設計的 但既然會有這樣的建議 好喔 那就來稍微複雜一點吧 這邊我們來試試看小鼓切分音再做得更複雜一點 從原本切點一拍只有一顆變成兩顆 但要注意喔 這些切分音的點要維持輕音 並且要跟大鼓對好 所以不是憑肢體感覺去打 而是要明確的把上半身綠都給做好 嚴重時腦袋裡面要有聲音的畫面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困難 那我推薦你參考一下我的現場課程 法面屬雙踏進修攻略 從簡單入門到生物技巧 從最基礎的原理應用到進階的技巧 絕對是你短期自在進修的最佳課程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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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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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